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剛剛過了星期日 鮑威昆博士就來了教會 成不華基 分享這個信息 在這個薩母爾記下的24章 你喜歡的話 可以在網上聽說話 鮑威昆博士出了名 色經是非常好的 他在這段聖經的observation 對於不同經文的比較 還有他的解釋 還有應用 都是很有提醒 值得我去反思 這次純粹是一些有感而發 還有補充對於歷史上 始終講到有限定時間 你很難可以去掩蓋一些 對於大部分會中不太清楚的歷史因素 整個故事的詳細就是 但引有大衛也好 總之不喜歡 於是很有趣地讓大衛選擇 究竟他可以有什麼懲罰 第一件事就是被仇敵追趕幾個月 就是打仗 第二件事就是你國中有饑荒 餓死那些人 第三件事就是有瘟疫 最後大衛答得很曖昧 或者很聰明 你說我不想落在人的手 即是不想打仗 就落在神的手 即是Ethera瘟疫或者饑荒 於是神就降了三天的瘟疫 在整個大衛統治的地方 就死了7萬人 7萬人有什麼概念呢 就是他數點的130萬軍隊裡面的5% 同一時間如果你比較在這個蘇羅 之前的蘇羅或者薩摩爾時代 他的死亡人數是雙倍 比起之前那兩個 非常之大的SARS 於是完之後就繼續有瘟疫 就像SARS一樣 不會三天就完結 但這個大衛在那時候 在尤薩冷地附近有一個牧場 他就買了那個地 買了裡面的小樓 然後就來獻祭給神 這樣來祈禱 求神來赦免他和他一家 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 神就因為大衛的一個祈禱 憲祭和求赦免 於是真的來指著 不再降那個瘟疫 而整卷三妹記就停在這裡 之後就列王記說這個大衛死 所謂登機 那幾個很傳統的解釋 就會覺得 為什麼人口普查 就會最後出現到一個DESASTER 我會因為大衛驕傲 第二個比較傳統的解釋 就是我會因為 整個國家過份著重軍事 就忘記了一時 要表現自己 都是驕傲的延伸 引申出來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 你從一個歷史角度 又或者是從一個 Logic 的角度 那三件事 為什麼可以分析在一起呢 就是人口普查 DESASTER 以及後來的憲制 作者這樣分析在一起 會不會有問題呢 如果我們解釋 無論是驕傲 又或者是 因為他要SOW OFF 各方面 要注重軍事 其實在列王記裡面 是不停說 每一個皇帝 都做一次軍隊 究竟有多少軍隊 曬命 SOW OFF 的行動 但是不是每一次 甚至乎 除了這次之外 就沒有記載過 他普查完之後 就會有DESASTER 為什麼要發生在大衛生上呢 這個值得我們來問一下 OK 於是我就去研究 從歷史上 研究人口普查這件事件 在歷史歷代 無論是中國 或者是西方 都很喜歡 嘗試做一個人口普查 如果你最出名的 聖經裡面 也記載 就是耶穌出生的時候 羅馬就嘗試做人口普查 於是 耶穌和他的父母 就要回去伯利行 他的故鄉做計算 歷史歷代 都正在發生這件事 原因是因為 在當時 除了有軍事的幫助之外 就是在稅務上的計算 是會有利益 我知道不同的地方 有些什麼人 甚至乎現在 加拿大 已經數據化的年代 他十年都會做一次普查 講你家人有多少 收入有多少 各方面的 以至於 在當時 一個農業的社會 你就不可以走稅 同一時間 他會計算到你的地圖有多少 的時候 他有效地納稅和徵稅 但是 另一方面 做人口補查 是非常耗費金錢的 用中國的例子 中國 復元 這麼大 而且人口又超多的時候 在秦朝的時候 是做一些很 tedious 的人口補查 他甚至乎每年都會做 做很多的 document 如果你不做的時候 那個官員是會被告發的 會被懲罰的 甚至會被斬首的 所以非常 tedious 而他們的計算是最準的 但是 就 勞民雙才德 去到一個地步 是 他十五年就滅亡了 於是 漢兆的做法 就是承繼了他之後 當韓與火燒阿芳公之前 蕭河就立了 整個咸陽裏面 所有秦朝的 documentation 之後 到了漢朝建立的時候 他不用再做人口補查 之後 他就 based on 秦朝 那個模式 來去估計 人口 之後 每個地方去徵稅 按住人口的比例 按住土地的健康狀況 收成各方面 然後就依賴地方官 每年的上部 來做一些 你可以說 在沒有數據管理之下 一些馬夫的adjustment 以後大部分的朝代 都是這樣做的 原因就是因為 每一次做都非常浪雲相財 這個可能是一個 為什麼要弱壓 禁土厭做人口補查的原因 同一時間 為什麼大衛受罰的原因 這個是 因為太努民傷財 做人口補查本身 然後你就要研究一件事 既然有這個人口補查的時候 我們看回這個 中國也是 在徐朝的時候 曾經徐陽帝帝五年 做過一個 所謂籠統一點的人口補查 他人口達到900萬戶 900萬戶人 然後就因為徐朝滅亡 打到七彩 去到唐太宗的時候 其實徵官之治不是他口中所說的那麼威風 那時候那個人口 恢復到他大約七百萬左右 這樣去到宋朝 才突破到900萬 就上到一千萬以上 那如果 中國大約當時的人口 是六七千萬的時候 而在 這個 以色列地 和幼大 這麼彈圓之地 有沒有可能 有130萬人這麼多呢 這個這樣的計算 會不會過份充滿水分 純粹是吹水出來 篤數的結果呢 這個值得我們思考 當然我們可以 一件事就是 計算軍隊和計算戶籍 是有少許不同的 戶籍一戶人 可以有六七個人 甚至乎有十個人 以前生兒子多 那麼 你軍隊 你可以是 打死不離父子兵 一個 老爸 有三個兒子 實際上都是一戶人 這樣 但是已經包括了四戶 但是呢 人口 已經是 這個 超級數點民數的超過一倍 所以你可以說 如果照130萬人來說 人口起碼就二三百萬 整個以色列地 如果它不是水分的時候 人口在那時候 是主前一千年 versus 徐朝就是主後六七百年的時候 太多的時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就是資源的缺乏 和資源的爭奪 於是必然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 如果你資源當中 就是內戰 內亂 又或者你會侵略其他國家 來吸取周邊的資源 那時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在會爆發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覺得本土不夠資源 它就去掠奪其他 就學西方的殖民主義 那到了戰爭的期間 它90%的糖 都是進口的 45%的米 都是進口的 以至到它打完仗 打輸了的時候 它沒有了周邊國家支持 就立即進入 第二個disaster 大饑荒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 蔡健庸火蟲 那兩個小朋友 就是在火車站那裏餓死的 這個其實實際反映 當時日本的戰後情況 這樣 所以 飢荒 戰爭 是人口過份膨脹的必然因素 那如果你這兩樣都沒事 那時候就會有第三樣 就是因為 你人口過份擠迫的時候 造成一個衛生的問題 又或者當你有這個病的時候 就會有交叉感染 於是就有第三個disaster 就是瘟疫 所以 當 薩摩爾記的作者 bundle這三個option with人口普查 是有它那個歷史的淵源 和relationship在當中 而為什麼會是一個option 從一個歷史的遠遠流程的角度 就是 其實是 either or 甚至是 everything included 的一個bundle 當然 那件事件 他在聖經裡面 就說到是被他選擇 但實際上這些事情 是不斷的 repeat來發生 當人口膨脹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既然是一個必然的事實的時候 究竟 究竟 球赦面 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要看看 整個 薩摩爾記 就是獵王記 他的脈絡 所要強調的一件事 這樣我們看 就是士師記很多時候 我們解釋就是 為什麼那些傢伙 那麼散漫 那麼不團結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王 但是 薩摩爾記 其實是對士師記 一個反高潮 原來有王的時候 都未必是一定好 未必一定是長治久安 尤其是去到24章的時候 說到就是 原來有軍王的制度 你可以闊國強兵 甚至乎這個闊國強兵 是可以做到一個地步 就是 那些傢伙不會像士師記 那樣 這個仗不關我事 那麼遠 我不打了 我不管了 又或者甚至乎蘇羅 在立國的初年 他搞到就是 要被迫獻繁制 原因就是因為 他的軍隊走路 當你一個國家的制度完善的時候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統一地去分配資源 你可以去集中實力 來對外抗敵 但原來 就算你可以做到這樣 都被變不到 這三個disaster的發生 而且有可能 不斷地來發生 唯一能夠令到一個軍王 能夠千秋萬歲 日理萬機 同一時間 唯一能夠令到 這個國土能夠長治久安 能夠經歷各種的這些輕輕碎碎 在薩母爾記 或者獵王記 或者獵王記 作者的眼中 不是因為那個制度 那個改變 由事實變成君王 而是皇帝領袖 可以秉公 行義 按住神的論法 典章 which is 不是純粹只是 敬拜 honor hallelujah 唱歌 祈禱 不是說這些 生命記裡面 很多detail community 怎樣來互相 去建立一個和諧的關係 怎樣來生活 一個皇帝怎樣來處理個案 怎樣來徵稅 怎樣來打仗 各方面 全部能夠履行的時候 你才能夠做到這樣的目標 你才能夠管治到這個國家 哪怕你仍然會有這些disaster 久不久就pop up出來 而最後他用了一個憲制的形式 去結束這段經文 不是說這件事就可以解決一切 而是在說 這個是一個starting point 你重新去reconsol 和神的關係 無論是皇室成員 又或者整個以色列人 然後你那群友仔 better follow 剛才我所說的 生命記 那些的戒難 這個比較宏觀的解釋 未必能夠真是 說你personally 有些什麼可以改變 有些什麼可以實踐 但是 我們值得去看見 編輯的用心 和整體的脈絡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補充 希望幫助大家認識更多聖經 不是要去對白鴻勳博士 說得非常好 而是 港道願有的限制 如果你想多些聖經知識 或者歷史背景 我自己喜歡想想這些事情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